50%女性有乳房纤维囊肿。 多吃45%平衡荷尔蒙可改善 乳房纤维囊肿,柔软,自由移动的肿块,可能是荷尔蒙变化引起 当女性体内的雌激素过多或是黄体素过少,都可能使乳房组织产生大小不一的结节,引起疼痛,这就是乳房纤维囊肿。 这些症状通常在经济来前最为明显,重快可能变大,在两侧乳房或多处发生,并伴随闷痛、胀痛感。 不过,良性囊肿一般来说大多是柔软,自由移动的。 。 恶性肿瘤则相反,重快较影且无法自由移动。 乳癌防治基金会指出,一般而言,乳房纤维囊肿是荷尔蒙分泌改变所引起,并非真正的病理变化,因此并不会增加罹患乳癌的机会。 不过,恶性肿瘤也可能隐藏在纤维囊肿的肿块中。 也有研究报告指出,罹患乳房纤维囊肿的女性,乳癌罹患率也可能相对提高。 因此,若有乳癌家族病史,肿块异常增大或增多,患者的囊肿也较容易恶化为乳癌。 想要预防乳癌发生,就应定期接受追踪检查。 避免乳房纤维囊肿中恶化,多吃四食物。 避免乳房纤维囊肿中恶化。 虽然纤维囊肿大多为良性,但可能引起胀痛不适。 即使将囊肿切除,也很容易复发,因此一般不需立即用药或开刀。 医师也多会建议患者密切追踪,定期接受超音波检查,防止囊肿恶化。 另外,乳癌防治基金会也建议,若想要减少乳房纤维的问题。 应减少摄取含有咖啡因的食物,咖啡,茶,巧克力等,糖分,盐粉,饱和脂肪酸,以及含有较多荷尔蒙的肉类和避养药。 另外,健康杂质也列举以下食物,有助于减少乳房纤维囊肿和乳癌的发生率。 1. 大豆 研究显示,规律,大量的摄取存在于大豆、豆腐、胃苍等食物中的两种物质。 研究显示,规律,大量的摄取存在于大豆、豆腐、胃苍等食物中的两种物质。 1. 黄豆肝原,金雀亦黄酮,有助于降低乳房纤维囊肿的发生率。 研究也指出,大豆能够帮助减轻更年期的副作用,包括骨质疏松和心脏病。 另外,一项包含9514位乳癌存活病人的研究发现,摄取大豆有助于预防肿瘤复发。 2. 小麦胚芽 小麦胚芽萃取物能够减少多种经前症候群的问题,其中以乳房脏痛减轻程度最多。 在一项研究中,追踪了100位有经前症候群的女性,为期两次生理周期。 受试者被分为两组,一组接受约400毫克的小麦胚芽萃取物,另一组则服用安慰剂。 结果显示,小麦胚芽萃组的生理和心理症状分别减少63%和66.3%,经前症候群整体则降低了65%。 3. 服用小麦胚芽萃取物的女性,在疲劳、焦躁、心悸、头痛、睡眠障碍和食欲增加方面也都有所减少。 3. 蓝莓 蓝莓或是蓝莓的萃取物,被显示能够减少乳癌肿瘤细胞生长。 每天食用约170克的蓝莓,具有帮助预防癌症的效果。 4. 蓝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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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是产生肿块,而让南瓜呈现橘红色的Bitter、胡萝卜素,能够降低肿块的发生率。 研究显示,摄取富坛Bitter、胡萝卜素的蔬菜,对于乳房健康具有明显的正面效果。 另外,地瓜也具有类似的效果。